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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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化危机和美剧《行尸走肉》的影响 近几年来 丧尸题材的游戏层出不穷 由华纳发行Techland制作的丧尸题材 第一人称生存类游戏 消失的光芒就是其中之一 游戏还结合了跑酷的要素 作为一款杀香游戏 卖点自然少不了所谓的高自由度 游戏中几乎所有看得到的物品都能够拿起来 并且可以去到你想吃的任何地方 本次官方放出了游戏的片头 玩家将在病毒扩散的城市Haran中 同包括政府 自然武装和各种变异的丧尸进行周旋 并自己寻找食物 制造武器 另外 据最新消息 本作PS4版将会在1080T30帧下运行 Xbox One版尚未得知 消失的光芒DLC在发售前已经公布了 游戏将于明天1月27号上市 《藏尸 射击 跑酷》 喜欢这些元素的玩家 一定不要错过本作哦 本作不会让你失望的 史克威尔·埃尼克森呢 本来就是靠着RPG游戏起家的 但是近十年来一直吃着FF和DQ的老本 几乎没有原创RPG带给玩家 当然 除了3DS的《勇气漠视录》系列也例外 我们到底是应该感谢老人呢 还是SE呢 《言归正传》 《勇气》系列第二作《勇气漠视录2》的试玩版 《三冲诗篇》已经在12月10号上架配信了 《政教骑士团》《三冲诗》和贝鲁走的法王 前作与主角阿尔尼斯均会登场 同时小伙伴们还会体验到新的故事情节 战斗系统 角色声音 以及《勇气2》新作曲担当 Supercell的RAM 为本作全新作曲的BGM 不过从视频中看 貌似仍然沿用了前作Revo B下的部分曲目 此外 体验版的存档呢 会部分继承到15年4月23号发售的制品盘当中 不得不说 《勇气》的画面呢 在3DS表现得格外出色 那么唯美的魔法学院都是啊 还有 想获得可爱的法王阿尼艾斯手办的粉丝们 快去SE的网店预定限定版吧 之前我们曾经对2014年GDC游戏开发者大会 做过一系列报道 小伙伴们还记得吗 目前独立游戏主要还是基于PC和智能 手机平台进行开发 很少有作品登录家用机 但是 在最近 日本独立游戏工作室 Sornier Soap开发的游戏 黑色规则西格马 宣布将移植到PS4平台 本作是一款能60fps全速运行的高速砍杀动作游戏 舞台设定非常简单 场景呢 就是一个圆形竞技场 玩家呢 要操纵不同的少女角色 不断击倒怪物和大型boss 向最深处前进 并开启不同的剧情分支 游戏过程中呢 可取得各种武器和换装道具 不同的武器呢 自带不同的必杀技 就一款独立开发游戏而言呢 本作画面精致运行流畅 但其捉襟见者的流程 单一的敌人和单薄的游戏系统呢 也注定了 这只能是一款小品级的作品 目前本作发售信息未定 对独立游戏而言 本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届时大家不妨捧个场面 体验一下咯 英幻大战作为著名的暴露年龄 像经典之一 赏逼坛子里的各位世家古灰坟 对他都有着满腔倾诉不尽的回忆吧 尽管英战近年来呢 难见星座温室 但是由声英文出演的真人舞台剧 仍在定期上演 而且每次公演都赚足了玩家的欢笑和热泪 英花大战纽约星祖秀2014 好戏这才开始系列巡演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无法到场体验的玩家呢 也能马上通过公演DVD 感受星祖的舞台啦 本次公演讲述的是小红唇剧院拥有者 同时呢也是星祖总司令的桑尼赛德面临破产 星祖迎接新时代洪流的冲击 在变革中成长 在动荡中求生的故事 东营风情融合百老汇元素 再加上动感的桑巴舞步 台上再歌再舞台下欢声笑语 好不热闹 除正片外呢 还有全部演出的后台花絮和舞台秘画 等待粉丝观赏 同样欢乐无比 公演DVD预定于12月25号发售 这个圣诞节应战铁粉们 可以相约在小红唇剧场一同度过咯 专注文字AVG游戏近十年的5PB 甚少接触此类游戏的玩家呢 可能不太熟悉 但要其社长智仓千代玩 和旗下一堆诸如 命运时之门啊 混沌思绪啊 秋之回忆舞啊 等经典文字AVG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 5PB旗下PSV文字AVG新作 神魔乐章涌叹掉九和弦 今日发售 官方对其的宣传呢 不遗余力 奈何支支者依旧身上 概括的说 这就是一款讲述 七位魔法使用者 vs七位奇迹创造者 魔法vs人工魔法 两阵营赌上各自的正义 降不通的游戏 说是文字AVG呢 也是有战斗的 玩家需要从对手的措辞中 判断其下一步行动 事实积累或者释放技能 最终选择并释放超必杀 通过战斗结局 进入不同的剧情分支 怎么样 是不是有种中二属性炸裂的感觉呢 本作的主题曲呢 还是挺好听的 由Only My Real Gun的演唱者 Brapside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栄套 拍手 Senate gal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精选的游戏资讯 接下来又到了我和大家互动的时间了 最近各位小伙伴们参与互动的热情 真的是十分的高涨 昨天帖子里大家的回复都是相当的认真 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游戏小故事 最后弄得我好为难的 因为每个人的留言 我都想在节目里面一一回复 只可惜时间有限 我们还是来看看 今天又选中了哪些小伙伴的留言吧 当然我在这里还是要残念一下 今天为什么我去不了索尼的法务会 昨天我们给大家指定个互动话题的是 你在玩游戏遇到反复重来 却过不去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结果的话题一出 各位论坛里的小伙伴们纷纷表示 这互动话题可谓是涉到了他们的心卡里 比如老朋友小白之沟同学就说了 昨天的互动话题真是道出了玩家们的心声 前两天还在恶灵附身的阿库玛难度 反复死过不去 偏偏恶灵的读盘时间又很长就更加烦躁了 想摔手柄下不去手 想摆光盘下不去手 砸花瓶吧 这是找死的行为 砸墙手未痛 找我家熟睡的狗揍一顿 看见他萌萌的睡想下不去手 算了 那个摔不烂砸不扁的枕头 揍两拳吧 继续游戏 同学 其实呢我挺佩服你的 能在生气的时候呢 想出这么多发泄的方法 而且逐一给否定掉 你也是够厉害的 不过呢你竟然把魔爪伸上 你们家可可可可爱的狗狗 幸好你没有下手 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找不了你 我们节目的新朋友 绝对妖怪同学说 一直恩机的话会默不作声 一直死到能过为止 虽然不作声 但是心中怒火是燃烧的 实在火大了 会找个被子狠狠的锤一下 听听郭德档的相声 换个心情再试试 实在过不去了就放几天再试 隔很久再打的时候呢 往往一两次就过了 有的时候呢气到几点了 找个东西呢 捶两下撒撒气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像绝对妖怪同学 这样捶被子的做法呢 既缓解了情绪呢 又不会受伤 很不错 大家可以学一下 但是呢以下几位同学呢 就显得有些自虐了 比如樱花梦雪同学就说 我桌子下面呢 放键盘的抽屉呢 已经被我砸掉了 对 游戏打不过的时候呢 我就是打砸桌子 用拳头死命砸 还一边问候制作人全家 好像太暴力了 其实我安静的时候 是个乖乖排的好孩子 又萌萌大 原来你也有一颗 想做文静美男子的心 但是谁没点脾气呢 只是你这力气 也太大了点了 抽屉都砸掉了 我想知道你宿舍里的同学 看到你这样会是什么反应呢 还有GY1025同学呢 也是够生梦的 他的做法是拍大腿 玩忍龙那会儿呢 大腿都快肿了 你还真吓得去手 有种投悬梁追思谷的感觉 以后对自己好一点啊 改成拍屁股之类的 或者拍别人屁股 音效听起来还是差不多的 除了虐自己摔手柄 拍主机的朋友呢 也是不少的 不过呢 还有更狠的 那就适合游戏光旁过不去的 比如这一位 总万不靠谱 同学呢 就给出了简单一秒的回复 两个字飞盘 不过他只是说 当然是往软的地方飞了 然后捡回来继续 一般反复几次也就过了 嗯 往软的地方飞 看到心里还是 还是暖暖的 一点心疼都没有 意思一下就好了 不过换了新头像的 高桥启介同学 可是把他发现的整个过程 详细列举了出来 通常按照以下流程操作 一 按主机 光驱退出键 弹出光盘 二 打开窗户 三 用食指和拇指夹住光盘 四 对准窗户 用力把光盘 以顺时针方向闪出 听到光盘 打到 B声音后呢 再关上窗户 五 在一段时间的情绪冷却之后呢 迅速在网上 再拍下同一张游戏 对于你这一整套 行音流水的飞光盘动作 我只想说 你家在哪啊 要不然我去你们家楼下 租个房子好了 好吧 专门捡你扔掉的游戏 龙龙三巴同学呢 也给我们带来了留言 他把自己在玩不同类型的游戏 NG时的情况呢 都逐一的列举了出来 比如玩横板游戏的时候呢 他总是会紧握手柄 深呼一口气 跳 快过了 但是呢 总在最后关头死掉 然后呢 就像德国boy附体一样 开启疯狂模式 能自称是德国boy级别的破坏力 你还是头一个 那场面想想 应该是挺可怕的 当然了 面对反复NG呢 也有处理方法 比较奇葩的同学 比如 Yellow U 他就说 把游戏音乐关了玩 避过 括号 音乐游戏出来 那这是肯定的呀 因为游戏 你要是关掉音乐的话 你还怎么玩啊 总之 遇到反复NG的情况呢 的确是够气人的 但是身体是自己的 机器是买来的 弄坏哪个都不好 不过呢 相比到之后啊 弄坏机器 还是比弄坏身体要好一些 去干些别的事呢 换一下心情吧 记住 冲动是魔鬼 那么今天呢 我要为大家带来 新的互动话题了 那就是 你有没有把身边的朋友 变成家用机管家的 经历呢 如果有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欢迎大家和我们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想了解 最新的游戏资讯的话呢 别忘了关注 HVG论坛和 喜欢温博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